哈喽 哈喽 Testing 1 2 3 抓不到那个麦克 很可爱的 emoticon 就是今天 用这个emoticon跟你们见面 哈喽哈喽 我是 Yvonne 大家好 我是下午好 外面下大雨 不方便在书房 跟你们开这个live 因为书房那边的声音 太大声很吵很吵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什么呢 今天其实我要分享 一个 很隆重的一个会议 大会议会在这个 槟城举办的 很可爱耶 哈喽 这个大会议是几时呢 是在这个星期四 这个星期四 poster给你们看 就是meet the legend tour 这样其实这个meet the legend tour哈 哈 是在我们的be convention center 在klcc的时候已经是举办 但是公司 它在给我们有这个 更多人可以参与 这个meet the legend tour呢 是在每一个state 都会有邀请到rcca 来呈现自己的故事的 来呈现自己的故事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 在槟城举办的meet the legend tour呢 我们邀请了rcca 师国生 看到了吗 这个poster 就在9月7号 Bajaya Penang Hotel 很多人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今天做这个live 给大家知道 如果有冰城的朋友 可以就是欢迎PM我 去了解一下 去看一下这个meet the legend tour 其实这个师国生 我讲一下他一点点的这个背景 因为讲太多不能 我们一定要在星期四 亲自去听他讲的故事 这样我认识 不是我认识啦 我知道CCA的这个故事 就是他背景 他的旋律是不高的 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位sales person 他以前是做sales的 so 我们有在这个be convention center的时候 去听到他所讲的他自己本身 他讲他的这个成绩是七七八八 是全部fail的 so他有问到一个生意人 如果你是生意人 如果你是生意人 你会请我这个成绩 是不合格的成绩 来成为你的员工吗 没有人敢答 因为都知道老板 有些老板都是要看成绩的 对吧 或者是certificate这些东西 但是在be这里 我们是不分背景 也没有去看你的学历的 因为这个我们的RCCA十国生 他就是七七八八的这个成绩 就在这个短短两年里面 融胜了RCCA 要不要知道他是怎么样做到的吗 真的是很震撼 我们一定要去到 去听听听他是怎么样做到的 然后我之前也是有听到 他以前salesperson 就是自己做sales的 他自己本身也不爱讲话 然后就默默督督的一个样子 就是不爱讲话 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接触人的 一位这个salesperson 所以你看一个不爱讲话的 然后又不爱接触陌生人的 他怎么样做到呢 很好奇对吗 是吗 所以我们9月7号 一定一定要参与这个meet 的legend door 然后我们的be6大师柱 也是邀请了RCCA罗4号的 所以4号是在我们槟城 成为了这个RCCA 他也是以前的背景是sales marketing engineer来的 engineer sales 他也是会呈现我们的这个be6大支柱的 然后我也很荣幸的被公司邀请成为了主持人 在那一天做MC的 真的是谢谢公司be founder be international 还有上线的教导 我有这个机会成为这个meet the legend tour的大型的event 在这里成为了一个主持人的 所以如果你要见到我 见到两位RCCA的话 记得记得可以PM我 然后去了解 然后要怎么样得到这个票呢 可以直接PM我的 希望我这个分享是可以帮助到你 我也希望可以见到你们 在那个会场里面 很热闹的一起去参加 然后去见我们的RCCA师柱神的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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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